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日 今天是星期三 這節是特發消息 特發消息 再有一個國家 支持香港獨立 懷疑 不過 根據港共一班人渣 還有蠢才所說 逢是 播願榮光歸香港的人 一定是背後 有外國勢力在搞鬼 而且 一播願榮光歸香港 一定是港獨份子 所以 不是我講的 真真正正講的 是一班港共的蠢才 所以不好意思 又發現 有另一個國家 支持香港獨立 所以你說他們 其實多白癡 按照他們自己的標準 只會使得 支持香港獨立的國家 以及港獨份子的人數 再累積起來 隨時 超越中國人口 我們再搞下去 這次要說這個國家是波斯尼亞 波斯尼亞 是冰球賽事 當中 發生了南韓事件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雜誌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烤大法 好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再有國際體育賽事發生 播錯香港國歌事件 香港國歌又再出現 這個叫做願榮光歸香港 這次 支持港獨的國家 是叫做波斯尼亞 話說波斯尼亞 舉行世界冰球錦標賽 叫做第三級別賽事 當中 香港男子隊 在分組賽 對著伊朗 然後是大勝 大勝伊朗之後 港獨分子就出現了 然後在這場賽事 這場11比1 大勝伊朗的賽事之後 然後 播放出願榮光歸香港 甚至乎 他播放的時候不是純粹音樂 播放的版本是有人唱的願榮光歸香港 大約是10秒之後 立即有港隊成員 做出叫庭的手勢 然後 就有隊員 告訴大會 說是播錯國歌 之後 大概就是過了 兩分鐘 大會就出來更正 就說 剛才播錯歌 然後 再播 中國各國藝勇軍進行曲 整個過程 就是跟 第一次 播放願榮光歸香港 的情況 相當之類似 大家還記得 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港共 這群蠢 就說要派人 去調查 又說要把 攬球賽總會 派重案組調查 有國安出動 要查背後 是不是有港獨分子搞搞震 勾結南韓 當時 有大量的人 出來慶祝 讚揚南韓這個國家 事件擾讓下去 然後一而再 再而三就發生 然後再在杜拜就發生 香港政府就著這次事件 出來強烈譴責 說出來要表達強烈不滿 沒有得過港字 應該 要立即對付波斯尼亞 特區說甚麼 特區 發新聞稿在星期三的時候 在中午時間 說對於 在2月28日在波斯尼亞舉行的世界冰球錶標賽 香港對伊朗賽事之後 播放各歌的時候出錯 特區政府要表示強烈不滿 根據球賽影片顯示 香港運動員已經按照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奧委會 奧林匹克委員會 頒發的指引即時作出抗議 你也有指引 之前就說要重案組 又要拉網民 又要國安出來調查 現在 抗議就算了 這個 是侵犯你國家尊嚴和主權 你 上次件事已經不了了之了 你派了重案組 去南韓嗎 杜拜你派了重案組去南韓嗎 又多一個國家跟你反台 波斯尼亞 我決定大大力支持波斯尼亞 特區政府就說要作出抗議 說要促使主辦單位立即作出更正 越來越像外交部 說要用香港運動員維護 國家尊嚴 特區政府說十分重視事件 不要只有港字派人去 他說已經要求 這個 奧委會 香港那個 展開深入調查 包括 就是體育總會有否按指引即場向賽事主辦機構 再次核對 使用 國歌的正確版本 又說要嚴肅跟進 要求提交報告 你自己 都說 是播錯過 但是你第一次 就上綱上線 還有 這個Google搜尋系統 現在 沒有了下文 之前有一班 港共白癡又說要拉 又說要鎖 又說要封鎖 Google總部 全部 沒有了下文 你們這樣做事 是不行的 再用這個 八鄉指揮官口吻來再說一次 播不播錯國歌呢 我不知道 但是 願榮光歸香港 你聽到了吧 你這樣發聲明 我是不會害怕你的 你發聲明我就會害怕你的了嗎 用相同的口吻 你可以問 到底你發聲明有甚麼用呢 榮光也播了 你抗議我就不知道 首歌就經常播了 你聽到了吧 所以港共這班蠢才和白癡 其實真的是笑話來的 這次有甚麼可以做 這次你最多 我教你拉香港01 香港01也有報這件事 不止香港01 很多新聞也有報 你就拉那些報的人 之前你就拉網民 網民就說轉發 現在 香港的藍媒也轉發 你上去拉兩個人就可以了 除了在香港 拉一些轉載的人 你還有甚麼可以做 我真的很想 真心問你們 Google總部 你剷平了沒有 趕快吧 等甚麼呢 所以 別搞錯 有人說反諷他 沒有用 不是反諷他 強烈勸喻你立即行動 何時反諷你 我沒有反諷 你以為你拉到Google高層 把Google 總部連根拔起我心痛 我一點也不心痛 我想你快點做 你別搞錯 我不是反諷你 叫你立即做事 我就是想你香港再瘋了一點 原來只是說說說 說說不敢做 又怕得罪美國 不是出來譴責美國的嗎 說真的 不是反諷你 沒諷刺過你 覺得你白癡 勸喻你立即應該行動 無論如何都要說說波斯尼亞這個國家 波斯尼亞這個國家 位於巴爾幹半島 是巴爾幹半島 其中一個民族國家 波斯尼亞 是在 90年代爆發過藍斯拉夫內戰 大家應該 有印象 第一次 聽到這個北約 介入 南斯拉夫 叫做北約空襲 南斯拉夫 就是這個時候 同樣地 這個又是在歐洲 一個人口較少的國家 這個國家人口只有300多萬 到底這次 播錯國歌事件 是不是又要將他解讀成為 波斯尼亞 背後搞風搞雨 做反華政客 香港 港共這群白癡 不斷把這件事上綱上線 但是其實中國大陸 根本就不想你 上次 外交部 在被迫在被提問的時候 出來回應 所以我們最大的責任 就要夾緊 港共這群蠢 叫他們立即要行動 不是諷刺你 現在要求你立即行動 不然 又是叫做 不做正溪弟 不要想著拉網民 拉網民 我們是不會害怕的 整個國家 站在港獨份子的背後 你在香港拉兩個網民有甚麼用呢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座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亦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那麼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